他是政大科学系 他也变到博士 他说他在暑假带着他女儿 在南湖两个礼拜 他去好几趟 他在那个地方 他就慢慢看慢慢走 因为两个礼拜不可能 所有的食物都带走 所以他后面有很多的获援部队 他们也许是一个登山队还是怎样 他们慢慢三天五天就有人 给他补籍上去 这书里面提到 他说有一天 就下雨了 是应该要有人补籍上来 那就因为下雨 但是在大概快要傍晚的时候 就看到两个人上来 他以为是他们要给他补籍上来 结果不是 是一对父子 那这个父亲的就是这个王先生 就是我们叫的阿庆 那我就在这个登这个南湖大山 你说说他就当响党 那在车上我就跟他聊 我为什么我要来登南湖大山 我就跟他聊 这书里面 他里面有提到有一天 就一个父子上来 结果他问他说 那为什么下这么大雨 你要带你的儿子上来 他说要住便 其实后来我才了解 他儿子是很调皮 他故意带到他山上去修理 他儿子才国小五岁 他已经爬百夜爬了二三十棵了 就是这个先生 阿庆先生 他一样 这个环境步道师第六期 第六期 这个人非常特别 他一个人在中央山脉 四十六天 没有伏击的 一个人没有伏击 他骑脚踏车 走路 台湾满岛都不知道 已经到了好几天 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特别 那这几年我就跟他一起去爬山 因为山上有很多事情 其实要有很专业的 那我就透过他的按照 就这样开始认识他 这个就是一开始 要登顶的前面的这些 这是柳山领 松 松 松 这是二月松 这一棵我就不知道 火非常大 很特别 好 这个就差不多快要到临县 这个石马镇头 这个总结就是非常漂亮 不一样的景象 那我想这个就是第一眼呢 跟这个 南无大山呢 这个第一眼的这个接触 那其实呢 这个银路呢 有银路的梦幻之年 很多人看到银路呢 就好像心里不太舒服 其实在山上呢 你不管是下雨 不管是银路 不管是大晴天 不管是什么天气 你要你的心境能够存电下 你就会看到最漂亮 那这个我觉得呢 非常有意见 所以这个银路呢 可以说这个山中的精灵 非常特别 那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 接下来就是这个 比较不好爬的一个这个火焰峰 那在这个银县呢 我六边可以看到南山村的部落 这个是宜兰的南山村的部落 那左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大霸建山 大霸建山我去了两趟 都被嚇一跳 打回来 这个山内 不是上去就上去 但是他永远在那边 还有机会 那就是上后面的中央建山 后面的中央建山 中央建我很想去 但是真的是这个难度非常高 所以到现在还没办法 那藉着这样一个登山的过程里面 那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回忆 那像照片这些人各分虔诚 几年以后各分虔诚 这个的时候生命充满了很多的这些美好的回忆 那这个就是这个难度非常高的 因为相当 走起来相当触及的 那还有机高症也真的是很困难 那以下族的物理这个荧幕就来了 那有时候心里是非常恐惧的 因为荧幕来这个会难 很多东西你不小心的话 所以都会从每一層内看到很多的散感 一切都是不小心的 所以有很多这个心理建设各方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都可以要去学习 那常常呢 爬了一天的山就是下雨 下整天你没办法 所以你不管在体力上 在毅力 在耐力 你真的是要非常安住你的心 就是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慢慢 不然真的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就是比较险境的这个火焰 这个就是南洋溪的沿河的花有地 就是在这个南洋大山 那我想快要到达那个山屋 但是整个黄昏快要接近 非常漂亮 那我因为也喜欢摄影 我就逗留在这个地方 但是有时候 这个太阳下去呢 也是蓝为小 所以这些的话呢 都是一些登山的人 比较要注意的 那我想在这样一个意境里面 这个相当特别的话 那这个就是南洋千古 整个淫雾的这样一个奔河 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浮动非常快 那几处的经验我就还是到 其实这个明天要下大雨 银雾假如它是非常稳定 那明天就好天气 假如它里面像这样会乱窜 这个银层就不稳定 明天大部分是不好的天气 所以登山的话 也是邪到很多 那很快太阳下去了 这个就另外一个景象 阿滴就可以平静 那隔天呢 果不其然就是下大雨 那我们就在山路里面呢 就严智云呢 就教我们唱歌啦 那唱完了讲故事啦 那严智云很好玩 他会讲很多故事 有颜色的 那特别会讲 那然后讲完了 歌也唱完了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终于决定了 还是要 以终也要登顶 那我想故事里面有非常特别 那这一句话我就永远记起来 他说他们的老子先告诉他们 一个人在世界上 一定要做一些上司 那假如你活着的时候呢 你要尽量用你的脚 做一些路 他说在你临终的时刻呢 你的魂魄才能 引有你生前走过的路 这一句话我记起来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